老公的白月光回国了,他拿出支票作为补偿。 婆婆嘲讽我这只不下蛋的母鸡要滚蛋了。 小姑子和老公的狐朋狗友笑我好日子到头了。 我吃笑,直接给首富哥哥打了个电话。 哥,结会游戏不好玩,我还是回去继承家业吧。 元旦酒会。 我穿着一条酒红色的晚礼服,天天下楼,所有人都看向了我。 对爱出风头的我来说,众人的目光无疑是最大的褒奖。 我一撩头发,下了最后一级台阶。 你嫂子看上去气色挺好的呀。 是小姑子和她的塑料小姐妹在谈论我。 小姑子幸灾乐祸地哀压了一声,死撑罢了, 她知道蒋瑶回来了,天天愁容满面,哀声叹气的。 蒋瑶是我老公的初恋情人,也是她的白月光。 她竟然回来了,我走过去拿起一杯香槟,刚要喝,耳边就又响起了婆婆的声音。 她就是一只不下蛋的母鸡,结婚都三年了, 也没给我们家添个一儿半女的。 如今蒋瑶回来了,她终于要滚蛋了。 又是蒋瑶。 我现在才知道,蒋瑶不仅是我老公的白月光, 可能也是他们全家的白月光吧。 这时,我老公出现了。 我拿着香槟走过去,轻易地挽住她的胳膊。 秦川,我爱了一整个青春的男人,这么多年过去了,他还是这么好看。 不过这一刻,我隐隐感觉,一切似乎都要结束了。 我勾起唇,朝秦川举起酒杯示意,秦川,我们喝一杯。 秦川垂眸看着我,这么多年了,他看我的眼神还是一如既往的冷淡。 我轻笑了一声,抽出自己的手,仰头把剩下的香槟一饮而尽,朝他晃了晃空酒杯,走开了。 几乎所有人都看向我,好像我这能有什么大热闹一样。 也对,我老公的白月光回来了,我这个秦太太也该让位了,他们都是正想的吧。 这一瞬间,这段坚持了这么多年的感情,对我来说,突然变得很好笑。 我上楼回到房间,正在摘耳环呢,秦川也进来了。 他走过来,直接递给我一张支票,桑鱼,这是两百万,就当我给你的补偿。 我从镜子里看着秦川,你这是要跟我离婚。 秦川和我坦白,蒋摇回来了,他这几年在外面受了很多苦,我不能不管他,所以,为了蒋摇,你要和我离婚。 我打断他的话,秦川顿了一下,然后说,是。 我摘下耳环,放到梳妆台上,站起来转过身,行。 似是没料到,我会这么痛快答应离婚,秦川愣住了。 其实也没什么,他既然不喜欢我,那我抓着他干什么? 八年了,我努力过了,也没什么遗憾了。 我拿着手机往外走,秦川在身后喊住了我。 桑鱼,支票。 我回头看冷笑了出来,那点钱,你还是自己留着吧。 秦川,出了房间,拨通了我哥的电话。 哥,结婚游戏不好玩,我还是回家继承家业吧。 我和秦川结婚,其实是和我哥打的一个赌。 一开始,家里人怎么都不同意我和秦川在一起,因为他们都知道秦川不喜欢我。 可是我爱他,爱到近乎魔政的地步。 可嫁不住我对秦川一心一意,非他不嫁,全家人都拗不过我。 最后,我哥说给我三年的时间,如果这三年,我能让秦川死心塌地对我, 他们就同意我和秦川在一起,否则就离婚。 三年过去了,秦川不但对我没有死心塌地,还为了白月光要跟我离婚。 这场游戏,我输了。 行,那就离婚呗。 我回家继续走我的阳关道,秦川这么喜欢过独木桥,那就让他过好了。 简单收拾一下东西,我走得干脆利落。 看到我拎着行李箱,大家就什么都明白了。 看来,蒋瑶在秦川心里的地位,还是无人能撼动啊。 那当然了,蒋瑶多温柔啊,我们男人都喜欢这样的。 泽泽,没想到桑鱼的好日子这么快就到头了。 过了三年的傅太太生活,离开傅豪老公,以后她可怎么办呢? 也就对这群人来说,秦川算是富豪,对我,她还只是个穷光蛋呢。 我在外面等了没多久,我哥就赶来了。 走吧,剩下那些东西就不要了。 我哥轻轻拍了拍我,妹,别难过。 我淡淡一笑,我不难过。 没什么好难过的,我努力过了,就算最后没成功,我也没有遗憾。 人生那么丰富多彩,我没必要被这场不靠谱的爱情绊了一跤,就常跪不起。 何况,这世上又不止秦川一个男人。 回到家,爸妈已经等了很久了。 我妈拉着我,都快哭了出来,你说说你图什么。 这几年受了这么多苦,闺女都回来了,别哭了,脱离那个苦海,以后就都是福了。 我爸也忍不住掉泪了,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 秦家还是有个几亿资产的,虽然在京都根本排不上号。 但这三年来,秦川倒也没有缺我钱花。 其实,当年他之所以答应和我结婚,不过是因为蒋瑶离开了。 他心灰意冷,觉得既然没了蒋瑶,那和谁结婚都是一样的。 可能也正是因为这样,他觉得有愧于我,在金钱上对我十分大方。 我哥小时候还被绑架过呢,所以家里人把我保护得特别好。 爸妈从小就教育我要财不外露,否则会引来祸患的。 可能这给秦川造成了我很穷的错觉,拼命在金钱上补偿我。 第二天上午,我哥送我去民政局,办离婚手续。 我俩刚下车,就看到了秦川的车子。 他也下了车,副驾驶上坐着一个女人,正是蒋瑶。 说起来,我和蒋瑶还是同班同学。 我走到秦川面前,走吧,秦川扫了眼我身后的那辆麦巴赫,微微眯了一下眼睛,他是谁? 我勾唇浅笑,跟你没关系。 秦川脸色极冷,桑鱼,其实你早就想跟我离婚了,对吗? 我对秦川的倒打一耙感到很恶心,没了耐心。 快点进去吧。 秦川又看了眼我哥的车子,站在原地没有动弹。 怎么了?又不想离婚了?蒋瑶还在你车里等着呢? 秦川幽暗的视线看着我,默了默,转身进去了。 我跟着他进去,申请了离婚,冷静期一个月。 出了民政局,我要上车,秦川却叫住了我。 桑鱼,如果两百万你嫌少,我可以给你加,你想要多少? 我回头,轻笑了一声,你那点钱还是留着娶媳妇吧。 你其实并没有像表现出来的那么喜欢我,对吗? 秦川突然问我。 我和秦川结婚三年,他都没和我说过几句话,今天却和我说什么喜不喜欢,他不觉得很可笑吗? 秦川,我之前对你的感情是真的,现在无感了也是真的,你还有什么疑问吗? 秦川没再说话。 秦川,我上车了,我哥问我,你到底看上他什么了? 脸,我很诚实地回答。 我哥,他让司机直接回公司,都不给我缓冲的时间,就把我按到了总监的位置上。 我刚坐下,一个文件夹就落到了面前。 这个项目交给你负责,先看看资料熟悉熟悉。 说完,我哥就往外走。 我问他去哪? 他说,去找你嫂子。 我打开资料看了看,一阵头疼。 这是项目吗? 地皮还没劈下来呢,谈什么项目? 好吗? 我得从地皮开始谈起。 不过让我从头跟这个项目,我反而更有干劲。 我立刻打电话给助理,让他联系人,约范。 没错,男人可有可无。 女人必须得有事业。 范约成功的那天,我接到了秦川的电话,他让我去他家拿我留下来的东西。 我说我不要了,刚要挂电话,耳边就又响起了秦川的声音。 还有一些你私人的东西。 那就回去一趟吧,我亲自把东西都丢了,或者捐出去也放心一点。 到了秦家,他们都在。 秦川的妹妹秦秦上下打亮了我一眼,阴阳怪气地开口,哟,你这么快就又掉到凯子了。 身上这套衣服可价值不菲啊。 我低头看了眼,这套还不到三十万就价值不菲了。 你很穷吗? 秦晴一叶,你,我没再搭理他,带着我的人上楼,把那些东西都装起来,让他们捐了。 这些都是我花自己钱买的。 至于当时秦川给我的钱,下楼之后,我告诉秦川,你之前给我的钱都放在银行卡里了,就在床头柜里。 秦川一顿,脸色有些异样。 他顿了一下才开口,桑鱼,你现在有地方住吗? 我回头看了他一眼,没说话,走人。 姐姐当然有地方住了,姐姐家就在皇宫旁边。 出了门,我竟然看到一个熟人,是蒋瑶。 他看上去像是哭过了似的,看到我,他眼神立刻躲开了,我就没和他打招呼。 往外走的时候,听到庸人在议论,那个蒋瑶还真能豁得出去,那么哭。 也不怕丢人。 他不哭不闹,秦先生能答应把夫人的东西都处理了,给他疼地方吗? 秦先生什么眼光? 夫人那么好看? 夫人真可怜,蒋瑶就是个小三。 才不可怜,听说秦先生给了夫人不少钱做赔偿呢,那玩意不比男人香。 嗯,我赞同弟点点头。 确实,钱比秦川香多了,但他的钱我没要,就那么点,我看不上。 我得先去谈项目。 晚上八点,我在酒楼的包厢里等着,五分钟之后,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就来了。 是我的一个侍博,我一直叫他李伯伯。 我请李伯伯吃饭,当然是想让他把地批给我,可他为什么还带个不相干的人? 李伯伯对我笑了笑。 小鱼啊,介绍一下,这位是许廷申,许氏集团的总裁。 许总,这位是桑鱼,是万圣集团董事长的千金。 许廷申看着我淡淡一笑,然后朝我伸出手。 你好,桑学妹,好久不见。 李伯伯很惊讶,原来你们认识啊。 我整理了一下情绪,含笑点点头,和许廷申握手。 是,我们一个大学的许学长,好久不见。 李伯伯有点为难,话里话外的意思就是让我和许廷申自己竞争。 我原本对那快递势在必得,可没想到竞争对手是许廷申。 当年在学校的时候,这家伙还被我骂了一顿呢。 上学的时候,许廷申是整个京都有名的霸王, 制霸我们学校就算了,连带着外校的都被他打怕了。 这些都和我没关系,我骂他是因为他总欺负秦川。 秦川学习好,大学霸,他从不靠家里, 甚至靠自己的实力拿了全额奖学金, 还给我们学校争得了好多荣誉。 许廷申就是极度秦川,所以才处处针对秦川的。 所以一气之下,我就把他给对了。 那次是各系之间的篮球友谊赛, 我们系秦川上场。 和许廷申比赛的时候, 他竟然一球把秦川的鼻子给砸出血了。 秦川当时直接晕了过去。 确定秦川没事之后, 我把许廷申堵在了教学楼门口。 许廷申,我知道让你去给秦川道歉, 你肯定不去。 没关系,秦川也不稀罕, 不过你也是大人了,该懂事了, 别整天像个混蛋一样到处乱晃。 当时的我绝对想不到有一天, 我和许廷申会以这种方式再见面。 叶元啊! 说实话,我有点想打退堂鼓, 我明明是一个很喜欢争取的人, 对,我应该争取。 我站起来,给李伯伯倒了杯酒, 李伯伯,我先敬你一杯。 李伯伯喝了酒, 然后笑了出来, 小鱼啊,昨天听你爸说你回自家公司了。 之前他还和我诉苦呢, 说你哥忙自己的公司, 你还不肯回去, 他都要丑死了。 如今你回来了, 你爸可轻松了。 我笑着点点头, 嗯,以后我会接管公司, 到时候还请李伯伯多多照顾呢。 李伯伯扫了许廷申一眼, 插开话题, 对了小鱼, 现在有男朋友没有。 我感受到许廷申的目光, 当时我在学校里追求秦川人尽皆知, 许廷申不可能不知道。 为了不让许廷申和我作对, 我决定跟秦川撇清关系, 事实上, 我们很快就要没关系了。 现在正在办离婚手续呢, 冷静期一个月。 李伯伯惊讶之余点了点头, 又岔开了话题, 但其实没必要, 婚姻并不是我的雷点。 九过三旬开始谈正事了, 许廷申原本家里就有钱, 别看外面都说我哥是首富, 可真正顶级的大佬, 是像许家这样的, 富豪榜在人家眼里根本不算什么。 所以我有点担心争不过许廷申。 没想到许廷申却说, 既然桑学妹想要这块地, 那我就退出。 这可是真的, 我拿到那块地了。 送了李伯伯上车, 目送着他的车子离开之后, 我转头看向身边的许廷申。 许廷申也看着我, 这么多年没见, 他可比以前成熟儒雅多了。 而且我突然发现, 许廷申长得比秦川好看多了。 当年我之所以讨厌他, 一是他总处处针对秦川, 是秦川的死对头, 另一个原因就是他恶名在外吧。 但仔细想想, 许廷申和我一点丝绸都没有。 我勾唇笑得得体, 学长,谢谢你啊, 改天请你吃饭。 许廷申意味深长一笑, 没什么, 小事一桩, 况且我只是失之东鱼而已。 我很诧异, 许廷申变化竟然这么大, 也没记我当年对他的仇, 还不跟我抢那快递, 我是真的挺感谢他的。 既然他都这么说了, 那我就含笑朝他点点头, 上车了。 桑学妹, 许廷申喊住了我。 我转身看他, 学长, 还有事吗? 许廷申拿出手机, 加个微信, 你不是要请我吃饭吗? 我还以为不吃了呢。 和许廷申加上微信之后, 我就上车回家了。 之后一直忙着项目的事情, 其他事都被抛到脑后了。 离婚的事情, 还是我妈提醒的我呢。 我这才想起来, 立刻给秦川发微信, 约他明早民政局门口见。 第二天, 依旧是我哥送我去的, 他在车里没下车。 秦川也到了, 还有蒋瑶, 这一次蒋瑶也下车了。 他含笑朝我走来, 整个人看上去神采奕奕的, 可比之前神色好多了。 桑鱼, 好久不见了。 我勾了勾唇, 也没多久, 上个月我还见过你呢。 蒋瑶, 我又看向秦川, 走吧, 进去签字。 走了两步, 突然发现秦川没跟上来, 回头见他还站在那里, 我有点不耐烦了。 秦川, 你快点。 蒋瑶小幅度推了秦川一下, 秦川这才朝我走来, 和我一起进了民政局。 签字的时候, 秦川的笔就握在手里, 可却迟迟不动。 我完全失去了耐心, 秦川, 你别逼我找人来按着你签字。 秦川突然冷笑, 你就这么着急跟我离婚? 这人脑子不正常吧? 明明是他因为别的女人要和我离婚的, 怎么我还非得痛哭流涕挽留他呗? 我打电话给我哥, 叫几个人进来。 秦川微微睁大双眸, 随后咬牙点点头, 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盖章? 我终于拿到离婚证了。 刚出去, 我哥就迎上来了, 怎么回事? 没事了, 走吧。 我挽着我哥的胳膊离开。 桑鱼, 祝你以后的生活能够一帆风顺, 你, 你好自为之吧。 秦川在我背后意味深长地说, 直接给我整吴语了。 嗨, 谁的青春没经历过一个傻X呢? 上车后, 我哥又问我, 他那话什么意思? 我怂怂间, 不知道, 他最近总发神经, 不过以后不用再见面了。 我哥轻轻怕了拍我, 那就好, 对了, 项目进行得怎么样了? 我听说地皮拿下来了, 行啊你, 那还得多谢许廷申不和我抢。 手机铃声突然响了起来, 正是许廷申打来的。 桑学妹, 今晚有时间吗? 你还欠我一顿饭呢? 我连忙答应下来, 当然有时间了。 如果能和许廷申打好关系, 那我以后在商场上, 岂不是就可以更顺利了? 我哥见我这么高兴, 也笑了出来, 谁啊? 许廷申。 许廷申。 我哥很惊讶, 但很快也了然了, 难怪你这么痛快, 就和秦川离婚了。 我无语地抿了抿唇, 我和秦川离婚是我们的事, 和许廷申没关系。 你别跟秦川似的, 好像是我精神出轨在先。 我哥突然瞇了一下眼睛, 秦川是这么说的。 我摇摇头, 谁搞得懂他是怎么想的。 我哥冷笑, 那小子将来有他后悔的那天。 我管他后悔不后悔呢? 姐姐要搞事业。 晚上七点半, 我和许廷申在餐厅面对面坐着。 许廷申举起酒杯, 含笑起唇, 恭喜你。 我连忙举起酒杯, 还要谢谢学长的成全。 我微微仰头喝酒, 又听到许廷申说, 我说的是, 恭喜你离婚。 我差点呛道, 还第一次听到, 恭喜人家离婚的。 许廷申挑眉, 怎么? 还对你的前夫念念不忘? 我放下酒杯, 那倒没有。 许廷申唇角轻钩, 似是对我说的表示赞许。 可他看上去很开心, 是为什么? 反正不管为什么, 不如趁大佬开心, 我先抱抱大腿。 我清了清喉咙, 试探地问道, 学长, 你之前想买那快递要干什么? 许廷申谴笑轻言, 想投个工业员。 这不正好对上我的项目了吗? 那学长, 你有没有兴趣? 和我合作呀。 许廷申手指轻轻摸索着酒杯, 意味深长地看着我。 好啊, 这么痛快就答应了。 我有点怀疑他是不是想先麻痹我, 然后再报复我。 可许大佬的格局, 应该很大的, 我不能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父。 接下来, 我和许廷申边吃边谈, 一开口我就知道他是专业达人。 跟着许大佬干, 早晚有一天我会超过我哥。 我暗自美了起来, 都没发现自己的嘴角一直上扬着。 最后还是许廷申轻声问, 这么开心。 我刚要点头, 但转念一想, 我也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 况且这块地现在在我手里, 就算是面对许大佬, 我也不能表现得太不值钱。 于是我收起唇角的弧度, 一本正经地点点头, 当然, 能和大名鼎鼎的许总合作, 我自然开心。 许廷申轻笑了一声, 侧头看向窗外, 唇角上扬的弧度似事, 加深了几分。 我看上去很可笑吗? 好的。 我和许大佬果然不是一个级别的, 都是因为毕业后这几年, 我一直没工作, 显得没气场了。 以后我要跟紧许大佬的脚步。 吃完饭往外走的时候, 许廷申说, 你家住在哪? 我送你。 不用了学长, 我司机就在外面了。 别这么客气, 都是老熟人, 以后还要一起工作, 你就叫我名字吧。 许廷申低声提议, 叫他的名字。 许廷申吗? 还是廷申? 我有点叫不出口, 这么多年了, 我还一直联名待姓喊秦川呢。 怎么了? 许廷申低笑。 我, 我试探得张了张嘴, 还是喊不出那两个字。 有点羞耻。 我还是叫你学长吧, 也很亲切。 许廷申轻点了一下头, 那我就不客气了, 桑桑。 那两个字像在他的舌尖打转似的, 怎么那么浅全。 最后还是许廷申送我回家的。 车里, 许廷申讲了许多, 我坐在他身边, 就像是被单独补课的小学生。 大佬就是大佬, 一出口, 格局就不一样。 我忍不住盯着他看, 自己都没发现。 许廷申突然靠了过来, 薄唇微起, 轻轻喊我的名字, 桑桑。 我一击灵, 猛地回过神来, 脸颊发热。 啊, 许廷申眉眼含笑, 嗓音依旧滴滴地, 轻轻地, 听不到吗? 那我靠近一点。 没, 没有。 我又咽了口口水, 我听得很清楚。 呼, 我刚才是怎么了? 好像被蛊惑了一样。 到了我家门口, 我邀请许廷申进去坐坐。 许廷申温声晚去, 今天太晚了, 改天吧, 我正式上门拜访伯父伯母。 好的, 学长再见。 我摆摆手, 许廷申上车离开。 我进了院子, 越想越觉得不对劲, 正式拜访伯父伯母。 怎么说的, 像是要见家长一样? 今天的许廷申真奇怪。 回到卧室后, 我发微信给未来的嫂子, 也是我的闺蜜林曼音。 音音, 你还记得许廷申吗? 过了一会, 音音的视频邀请过来了。 怎么突然想到许廷申了? 音音问。 她的身后, 我哥来来回回晃悠, 不知道在干什么。 我往音音身后看。 音音笑了笑, 你哥在下厨呢, 手忙脚乱的, 不知道能不能吃。 我哥在家从来不下厨, 在媳妇那里就这么听话。 那我是不是打扰你俩了? 音音温婉一笑, 我问你怎么突然想到许廷申了? 我把和许廷申重逢以来到合作的事情都说了一遍, 音音突然笑了出来。 我有点发懵, 你笑什么? 我觉得呀, 你有新的桃花了。 我哥这时凑了过来, 什么桃花? 音音侧头看她, 许廷申。 我哥的眉头顿时皱了起来, 许廷申还是算了, 你刚出了秦川的坑, 别又跳进另一个坑里了。 音音称了我哥一眼, 合着全天下就只有你桑林一个男人, 不是坑吗? 我也是坑, 让你陷进来一辈子都出不去。 我哥说完, 低头在音音的唇上落下了一吻。 我哥可真恶心。 我立刻挂断视频, 很快我哥的电话就过来了。 他在电话里说, 你和许廷申合作我不管, 这是好事, 但是许廷申那个人和他的名字一样, 诚服颇深。 妹, 看人不能只看脸, 你在秦川, 那吃的亏还不够吗? 说得我好像花痴一样。 地皮完全下来那天, 我和许廷申一起过去试茶。 快到中午了, 许廷申问我, 想吃什么? 我很开心, 一是地皮很顺利地下来了, 二是这次和许廷申合作, 我真的能够学到很多东西。 而且他那边的人脉比我广一些, 这方面我也能借到点光。 于是我反问他, 学长, 你想吃什么? 许廷申低笑, 你请。 当然。 半个小时之后, 餐厅里, 点完菜, 许廷申突然喊我的名字。 桑桑, 他每次这么喊我, 都听得我抽搐。 我小名叫小鱼, 这么叫我的, 许廷申是第一个人, 也是唯一一个。 虽然只是一件小事, 可我觉得还挺暧昧的。 我抬头看他, 那边马上就要开工了, 我们要盯紧一点, 你最近还要出门吗? 我说回那点小心思, 摇摇头, 暂时我手里就只负责这一个项目, 不出门。 好, 那我们随时联系, 交换意见。 许廷申说话的时候, 语调前犬婉转, 像带着钩子似的。 昔日学校里的霸王, 为什么变成这样了? 学长, 我能问你一个私人的问题吗? 许廷申宁着我, 谋色深邃, 可以不过要交换。 果然是生意人, 一点都不肯吃亏。 我默默清了清喉咙, 就是想问问你, 你现在有女朋友吗? 许廷申慵懒一笑, 怎么? 想追我? 没有没有, 我连连摆手, 这可是个天大的误会。 我只是想抱紧许大佬的大腿而已, 可没有别的心思。 不过现在许廷申确实是站在金字塔顶端的男人, 不管是家境条件还是个人能力, 都很吸引人。 我只是八卦一下而已。 没有。 许廷申回答, 我还挺意外的, 许廷申年纪也不小了, 没有女朋友, 难道是因为一心都铺在工作上了吗? 我现在也是这个状态。 因为谈了一些私事, 我觉得我和他之间的距离仿佛拉近了一些。 似乎我还欠许廷申一个道歉。 学长, 当年我跟你说的那些话, 抱歉。 许廷申没稍轻条, 什么话? 算了, 那我还是不要提醒他好了。 总之我很抱歉, 可也不能提醒大佬我干的好事啊。 我笑着摇摇头, 插开话题, 以前上学的时候我就没看到你和谁交往过。 学长, 你真的没有喜欢的人吗? 许廷申盯着我, 有啊, 有一个从大学那会到现在, 一直都很喜欢。 我微微张大嘴巴, 许廷申竟然这么深情。 那你们在一起了吗? 许廷申还是盯着我看, 快了。 真大, 恭喜你啊, 学长。 我是真心替许廷申高兴的, 可他的脸色怎么还黑了? 我也没说错话呀。 许廷申慵懒地靠在椅背上, 换我问你了。 我点点头, 你和秦川, 为什么离婚? 我淡淡一笑, 他不喜欢我, 就离婚了呗。 那你还喜欢他吗? 不喜欢了? 我很清楚我在说什么。 其实说起来, 我对秦川的感情, 也不是在他提出离婚的那一瞬间就消失的。 从十七岁那年对秦川一见钟情, 到今年二十五岁和秦川离婚, 长达八年的时光里, 我的爱是在他的冷漠里, 一点一点被消耗殆尽了。 一直以来的爱而不得, 对我来说就像背着一道沉重的枷锁, 所以在彻底放手之后, 我才会如此轻松。 许廷申脸色逐渐好转, 隐隐有了笑意, 你值得更好的, 他配不上你。 工业园那边如火如荼的施工了, 许廷申三天两头约我过去试茶。 我不是很懂, 现在监工这么严谨吗? 今天又去那看了看, 之后许廷申说请我吃饭。 最近我们都在一起吃了好多顿饭了, 回家后, 音音来了, 见许廷申送我回来, 打去八卦道, 你最近和许廷申见面的次数 似乎很频繁啊。 我们在合作一个项目, 当然要经常见面了, 可是那块地皮, 许廷申明明可以自己拿下呀。 音音这话倒是提醒了我, 确实, 如果真要和许廷申争, 我百分之九十是争不过她的。 当时许廷申还说了句什么来着? 我脑袋突然有根金像是爆开了一般, 闪现过什么? 音音, 她当说, 她没损失什么, 使之东鱼而已。 音音突然倒吸了一口气, 好像发现了什么大秘密似的。 许廷申喜欢你, 我也是这么觉得的。 一切都好像说得通了, 她把地皮让给我, 还跟我合作, 三天两头, 约我去试茶, 没试茶多大会, 就带我去吃饭了。 她还叫桑桑, 一切都是因为她那句, 使之东鱼而已。 使之东鱼后面还有四个字, 收之桑鱼。 我当时根本没往这方面想, 而现在, 我心如露状, 迎上音音投过来的暧昧视线, 忍不住笑了出来。 可是, 许廷申有喜欢的人了呀。 我摇摇头, 清空了脑子里那些乱七八糟的想法, 误会了, 许廷申有喜欢的人了, 而且他们很快就会在一起了。 是吗? 那个人是谁? 音音含笑问我, 应该也是咱们学校的吧。 她说, 从大学那会到现在, 她一直都很喜欢那个人。 音音眼里, 溢出深深的笑意, 这么痴情啊, 那还真不是很喜欢, 而是她非常非常爱那个人。 是啊, 她肯定非常非常爱那个女生。 那个女生真幸福, 有人对她这么长情。 当然, 这份感情是我羡慕不来的。 音音说起了正事, 我作为天使慈善基金会的主席, 每年都为在哪半酒会发愁。 今年实在是想不出什么心意了, 我想在咱们的母校办一场校友会, 然后募捐。 可以啊, 正好看看老同学。 我十分赞同这个想法, 得到我的支持, 音音也很开心。 那好, 那许廷申那边就交给你了, 到时候你帮我把邀请函交给她。 音音很快就跟学校沟通好了, 慈善酒会定在七月二号这一天晚上, 正好是周六, 大家凑在一起放松热闹一番。 我提前一个礼拜就选好礼服了, 是我哥半年前在GK给我定制的。 我正站在镜子面前自我欣赏呢, 我哥在门外催促, 妹, 快点, 今天你嫂子主场, 你早点过去看看有什么能帮上忙的。 自从我哥喜欢上音音之后, 我这个亲妹妹在她心中的地位就直线下降, 可我还是她们的红娘呀。 我提着裙摆出去, 你怎么没和音音一起去? 我哥拽着我的手腕快不走, 你嫂子已经到了, 快点。 我都好长时间没回学校了, 学校变化不大, 就是又多了几栋大楼。 下了车之后, 我哥指着不远处的那栋楼, 那是许亭申卷的, 是就是呗, 我们两个往行政楼里面走, 我哥说, 我听你嫂子说了, 许亭申对你有意思。 没有, 她有喜欢的人, 喜欢好多年了。 我哥突然停了下来, 秦川和蒋瑶今晚也在。 我并不意外, 毕竟大家都是校友。 我哥看了我一会, 笑了出来, 行, 进去吧。 我跟上他的脚步, 你笑什么? 看你彻底放下秦川了, 哥为你开心。 我早就彻底放下他了好不好。 到了宴会厅门口, 我挽住我哥的胳膊, 嫂子今晚肯定很忙, 我勉强做你的女伴吧。 我哥扶开我的手, 不用了, 我去找音音。 这个人真是的, 就把我自己撂在这儿啊。 我连忙跟上去, 那我跟你一起, 我自己没意思。 我哥张嘴要说什么, 我突然又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字。 桑鱼, 寻生看去, 就看到蒋瑶挽着秦川的胳膊过来了。 还别说, 这两人也算是一对碧人了, 还挺配的。 蒋瑶看了眼我哥, 又上下打量了我一圈。 桑鱼, 这是你的男朋友吗? 介绍一下吧。 没这个必要吧, 又不是一个圈子的, 有什么好介绍的。 秦川已经上前了, 向我哥伸出手, 你好, 秦川。 我哥周身散发着寒意, 我知道他讨厌秦川。 他没有伸出手, 只是冷冷一笑, 你好。 秦川神色顿了顿, 默默收回手, 脸色阴沉。 蒋瑶又看向我, 桑鱼, 你这件礼服好漂亮啊, 什么牌子的? 我说了, 蒋瑶笑着点了点头, 啊, 没听过这个牌子, 不过确实很漂亮。 但现在的小牌子, 真是越来越花俏浮夸了, 可能是为了吸引眼球吧。 我反而喜欢, 简约低调一点的款式。 我让我哥先去找音音, 反正我也没事, 就跟他们聊聊, 图一乐吗? 你身上这件是迪奥的最新款吧? 嗯, 确实挺低调的, 慈善晚宴嘛, 穿普通的成衣款是应该的, 我这属于喧宾夺主了, 主是我嫂子, 我爱怎么夺就怎么夺。 奖瑶轻笑, 是啊, 家里还有好多的香奈儿LV, 我都没穿, 这件是最低调的。 秦川一直没说话, 就那么看着我。 他看我的眼神, 怎么感觉有点内疚呢? 我看上去很可怜吗? 秦川突然轻轻拂开了蒋瑶的手, 瑶瑶, 我和桑鱼说几句话, 一会就回来。 蒋瑶大方一笑, 嗯, 我等你。 秦川走到我身边, 你跟我来。 我跟着他走到一个角落里, 秦川饥不可闻地叹了口气, 你最近怎么样? 很好啊, 钱够花吗? 不等我开口, 秦川就又接着说道, 桑鱼, 我没有别的意思, 只是希望你过得好。 我看上去像是过得不好吗? 我只觉得好笑。 省省吧, 秦川, 你的关心应该都给蒋瑶留着, 我不稀罕。 我要走, 秦川却一把抓住了我的胳膊。 桑鱼, 你为什么不肯收下我的钱? 我为什么要收下你的钱? 秦川一脸凝重, 我记得你之前很喜欢买衣服, 可是你现在, 他对你不好吗? 好吧, 秦川是个直男, 不懂女人都喜欢什么牌子的衣服, 很正常。 他可能是刚才听蒋瑶说, 我穿不起迪奥的衣服, 只能穿小牌子的, 觉得过意不去吧。 我很好, 好得不得了。 我扶开他的手, 回到人群之中。 蒋瑶朝我招手, 桑鱼, 我过去。 他亲密地挽着手给我介绍, 这是咱们的学姐, 林涵, 是大旗集团总裁的千金。 我微微汉手, 学姐, 你好, 我是桑鱼。 桑鱼, 林涵重复了一遍我的名字, 莫不是学姐你也喜欢迪奥的衣服吗? 蒋瑶含笑开口, 你身上这件我就很喜欢, 只不过没货了, 我没买到。 是吗? 蒋瑶点点头, 是啊, 不过桑鱼身上这件礼服也很漂亮, 虽然是个小牌子, 做工看上去还挺不错的。 我是该笑呢, 还是该笑呢? 林涵轻轻摸了摸我身上的礼服, 确实很漂亮, 没见过, 是哪家定制的。 我说了名字, 林涵呼得轻笑了出来, 扫了蒋瑶一眼。 蒋学妹平时对服饰没有研究吗? 蒋瑶有些兴奋, 还算是有些研究的, 像是迪奥啊, 香奈儿啊, 我最近都定了, 那边也陆陆续续会送到我家来。 我和林涵对视了一眼, 林涵笑着摇摇头, 蒋学妹是不是就听过这几个牌子啊? 只是贝克不知道, 那艾利萨呢? Zahir Red。 蒋瑶唇边笑容一顿, 神色也僵了僵。 都没听过吗? 蒋瑶尴尬地笑了笑, 听过, 当然听过。 别只是听说呀, 你也该好好了解一下, 这些都是入门籍的。 林涵说完又问我, 桑学妹, 你喜欢哪个牌子? 现在出国还要隔离, 要不然咱们可以约着 一起去看时装周。 林涵身在明媛圈, 是很看不上蒋瑶这样的人的。 蒋瑶也是自取其辱。 我说了自己比较喜欢的几个牌子。 我想起来了, 你十六岁受邀, 身家巴黎慈善舞会就穿的那个牌子的, 我看过照片。 林涵遗憾地叹了口气, 只可惜他们只邀请全球顶级明媛去参加, 我没有那个荣幸了。 什么? 蒋瑶震惊地看着我, 林涵则挽着我的胳膊走了。 走出一段距离之后, 他才又笑着说道, 不是我瞧不起人, 只是有些人确实挺可笑的。 嗯, 这一点我是赞同的。 我没有因为所在的圈子, 而觉得高人一等, 可蒋瑶这种跳梁小丑的举动, 确实挺令人捧腹的。 刚才谢谢你啊。 我知道林涵一直在帮我对蒋瑶, 林涵微微一笑, 不用客气, 如今有机会跟你交个朋友, 是我的荣幸。 看吧, 我又多了一条人脉, 正和林涵聊天, 那边突然传来了一阵嘈杂。 我过去一看, 竟然是我哥和秦川打起来了。 怎么回事? 我上去拉架, 秦川指着我哥, 这就是你看上的人。 他刚才和这个女人亲热, 你看他嘴上的口红。 也怪我没和秦川说清楚, 可我怎么也没想到, 秦川会为我出头。 这又要给我钱, 又希望我过得好的, 这会还为了我出头打架? 还是在这种重要的场合里? 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 他怎么不对我这么好? 我抿了敏唇给他介绍, 这我哥, 这我嫂子。 什么? 秦川一惊? 我哥擦了擦嘴角的血字, 冷笑了一声, 原来秦先生是为我妹妹出头, 那我这个做哥哥的, 应该谢谢你才对。 不过我妹妹并不需要你为她出头, 毕竟没人敢欺负我们丧家的人, 你说呢? 秦川似乎反应过来了, 难以置信地看着我, 你是丧家的人。 那个丧家? 我点点头, 不装了, 我哥是亿万富翁, 我摊牌了。 秦川不可思议, 那你为什么一直不告诉我?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我家里的事情? 你又不喜欢我? 我, 你快点去找蒋瑶吧, 他一直又是迪奥, 又是香奈儿的。 秦川, 你也趁几个亿的资产, 多给他买点好衣服吧, 别让他一副爆发户的样子, 怪丢人的。 我这话刚落下, 蒋瑶就过来了。 我看到他脸上的肌肉都在抽搐。 走吧, 你先去处理伤口。 我对我哥说, 音音把我哥俯走了, 我也要走, 却被秦川拽住了。 桑鱼, 你, 你放心, 这只是普通的慈善晚宴, 大家都是校友, 今天来就是热闹一下而已, 这件事不会传出去的。 我笑了笑, 继续说道, 不过就算传出去对你也没什么影响, 本来你也接触不到顶级大佬的圈子, 不是吗? 说完我就去拿拍卖目录了。 募捐一会就开始了, 以拍卖的形式, 我还捐了一条祖母绿项链呢。 又过了一会, 大家都落了座, 拍卖正式开始。 我已经选好了几样了, 一会一定要拿下。 身边的空位这时坐下了一个人, 竟然是许廷申。 学长, 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 许廷申身穿高定西装, 微微轻身贴近我的耳边, 低声说, 学妹给我送的邀请函, 学长怎么会不来? 她干嘛这么说话? 我都起鸡皮疙瘩了。 许廷申扫了眼我手中的目录, 喜欢什么? 我隐隐感觉到了什么, 但又不敢深想, 就笑着摇摇头, 随便看看。 拍卖师的声音已经响起来了。 一开始的东西就只是几千块, 几万块而已, 毕竟这只是个校友会, 又不是顶级大佬聚会。 下面这条祖母绿项链, 来自桑鱼小姐, 起拍价十万。 到目前为止, 我这条项链已经是全场最贵的了, 但还是有人举号码牌。 眼看这条项链就要被叫到一百万了, 许廷申突然举起号码牌, 两百万。 其实我这条项链也就十二万而已。 好家伙, 许廷申这一出手, 直接将这场拍卖会提高了好几个档次。 学长, 你干嘛呀? 许廷申挑眉, 眉宇间风流斜四, 我喜欢啊, 况且, 学妹的项链对我来说是无价的, 两百万我已经占了很大的便宜了。 我余光左右看了看, 好了, 我成为全场的焦点了。 我是爱出风头, 可是许廷申给我带来的风头, 吹得我有点腿软。 到了我喜欢的那个玉烟斗了, 起拍价是一千块钱。 我立刻举号码牌, 可许廷申也跟着举牌, 从一开始, 这个玉烟斗就只有许廷申在跟我较劲。 他虽然是顶级大佬, 但也不能夺人所爱啊, 我不服气。 一个一千块钱的玉烟斗, 最后被许廷申叫价到了十万块钱。 他是不是吃饱了撑的? 许廷申, 你故意的是不是? 许廷申轻笑, 心情很愉悦的样子, 桑学妹终于叫我的名字了。 就叫个名字而已, 怎么他说出来就那么羞耻? 我不要了。 十万一次, 十万两次, 十万三次。 成交。 我宣布, 我讨厌死许廷申了。 我拿出手机给音音发微信, 那个十八世纪的床边小桌, 你帮我拍, 要是被许廷申知道我还喜欢那个小桌子, 他一定会跟我抢的。 这个贱男人, 许廷申嘀嘀地问我, 生气了。 没有。 好吧, 我的语气出卖了我, 毕竟想到一个人的心思是藏不住的。 呜呜呜, 我的玉烟斗。 最终, 那个床边小桌被音音拿下了。 耶! 是我的了? 我一阵得意, 偷偷告诉许廷申, 其实那个小桌是我让音音拍下来的。 哼, 磨高一尺, 道高一丈。 许廷申顿了一下, 滴滴笑了出来, 她笑得都快胸腔共鸣了, 有什么好笑的。 你笑什么? 许廷申眼唇抑制住了笑意, 这才看向我, 就是觉得桑学妹太可爱了。 我再一次宣布, 我讨厌许廷申。 拍卖会结束了, 因为许廷申和我哥两位大佬, 这场拍卖会一共募捐到了快五千万了。 这五千万都将用来资助本校的学生和专业研究项目。 许廷申很快就被人围住了。 廷申, 知道你有钱, 可咱们都是老同学, 你也用不着这么显摆吧? 我凑过去, 就是。 许廷申笑了笑, 没办法, 为博得美人一笑, 花多少钱都是值得的。 她说着, 朝我头来了一抹意味不明的眼神。 我一愣, 她口中的那个美人, 该不会就是我吧。 大家哈哈大笑, 廷申看上哪家千金了? 长得肯定跟仙女似的, 要不然入不了我们廷申的眼啊。 许廷申盯着我点了一下头, 嗯, 确实是仙女。 我的脸颊开始发烫, 完蛋了, 我可能要自作多情了。 我赶紧走人, 结果刚走没几步就被秦川拽走了。 她把我拽到外面, 你喜欢许廷申? 我一把甩开她, 跟你有什么关系? 桑鱼, 你明知道我和她是死对头, 你为什么还要跟她搅和在一起? 什么叫搅和在一起? 我们男为婚女为嫁, 就算真的在一起了, 那也是合乎情理的, 你管得着吗? 一道懒洋洋的声音突然传来, 不仅合乎情理, 还天经地义。 我回头, 就看到许廷申走了过来, 她的身后, 蒋瑶也跟出来了。 阿川! 蒋瑶大不过来, 发生什么事了吗? 秦川死死盯着许廷申不说话, 蒋瑶脸上闪过愤怒, 瞪着我, 桑鱼, 你和秦川都离婚了, 你再怎么纠缠, 她也没有意义了。 我纠缠秦川, 真是搞笑, 我还没说你是小三呢, 你反倒来指责我, 什么小三? 你说话不要这么难听。 蒋瑶低头啜气, 像受了天大的委屈似的, 真恶心, 她还是朵白莲话。 我说的是事实, 我和秦川结婚这三年, 你敢说你们没有偷偷见过面? 见了面, 你们都干了什么? 不用我说了吧? 桑鱼, 我只是, 秦川刚开口, 我就打断了他, 还有你, 秦川, 我原本想我们好去好散, 但看来你并不是这么想的。 如果你真敢跟我作对, 那正好, 我对渣男是不会手下留情的。 说完就越过那两个人往外走, 刚走到我哥的车边, 身后就传来了许婷申的声音。 桑学妹, 需要帮忙吗? 收拾渣男小三, 我也挺有兴趣的。 我转身瞪着他, 你和他们一样, 都只会欺负我, 你还和我抢玉烟斗, 许婷申我讨厌你。 许婷申, 第二天早晨睁开双眼, 我就一阵后悔。 昨晚干嘛跟许婷申发提气, 其实他就抢了我一个玉烟斗而已, 比秦川和蒋瑶好多了。 我是不是把许大佬给得罪了呀? 我叹了口气, 拿过手机, 许婷申竟然给我发微信了。 明天去施工现场试茶, 十点半到, 又试茶, 一个礼拜能试茶三四次, 包工头都快烦死了吧。 我立刻回复他, 好的, 我下床收拾了好一会, 下去吃饭了。 餐桌上, 我爸一边看报纸, 一边问我, 你和许婷申最近怎么样了? 什么怎么样了? 我疑惑, 我和他能怎么样? 我爸放下报纸, 项目的事情。 好的, 这才刚开始, 挺顺利的, 暂时没发现什么问题。 我爸欣慰得点点头, 跟我妈说, 咱们宝贝女儿现在越来越厉害了, 等这个项目竣工了, 那咱女儿也算是彻底在公司站稳脚步了, 我看谁还敢说咱闺女是花瓶。 我知道公司有人不服气我, 说我就只有出身和外貌而已。 我爸说的没错, 我得把这个项目好好做下去。 我到了施工现场, 许婷申那张俊脸出现在我的眼前, 没眼含笑, 还生气呢? 没有, 我说的是实话, 秦川和蒋瑶不值得我生气, 至于许婷申, 我才不要和他闹别扭呢。 谁能拒绝得了顶级大佬的诱惑呢? 真没有。 许婷申看了眼万表, 那走吧, 请你吃饭。 怎么又吃饭? 你还没试茶呢? 许婷申挑眉, 我不说试茶, 你能出来见我吗? 我又有点发懵了。 他最近总是说这样的话, 让我不得不多想, 却又不想自作多情。 再说了, 他不是有喜欢的人了吗? 我有点生气了, 转身往车边走。 许婷申大步追上来, 在我的面前拦住我, 怎么又生气了? 还是因为那个浴烟痘? 他笑了出来, 拉起我的手, 另一只手从背后 拿出一个精致的小盒子, 放到我手上。 我打开看了一眼, 正是昨天在慈善酒会上 看上的那个浴烟痘。 你这是什么意思? 许婷申原本为博得美人一笑, 但现在看来, 我似乎把美人惹生气了。 我就知道 那个美人是我, 我本来就是美人, 不过这浴烟痘我可不会轻易就接受。 给你, 我不要, 我傲娇了一把, 许婷申嘀嘀笑, 真不要。 我仰起下巴, 看向别处, 说不要就不要。 许婷申责了一声, 行, 看来浴烟痘是没用了, 既然如此, 那我只能以身相许了。 我确定了一件事情, 许婷申喜欢我, 可是, 我曾经还因为秦川对过他呢。 音音像是突然想到了什么似的, 你说许婷申 为什么一直针对秦川呢? 他这么一问, 我也有点反应过来了。 那你喜欢他吗? 音音问, 我沉思了一会, 摇摇头, 不知道, 我是真的不知道。 还是算了, 我现在只想好好工作。 音音, 对了, 蒋摇是怎么回事啊? 我看到群里好多人都在嘲笑他, 是林涵说了什么吗? 我轻笑了一声, 蒋摇现在不是和秦川在一起了吗? 生活档次可能提高了点, 酒会上嘲笑我身上的礼服是小牌子, 没有他的迪奥高级。 音音玩耳一笑, 我觉得他像我刚跟你哥在一起的时候一样, 什么都不知道, 你们这个圈子太难融进来了。 你和蒋摇才不一样呢, 况且你根本不用应融, 他们巴不得拉你进来呢。 音音可从来没有因为和我哥在一起, 就不知天高地厚了, 哪里像蒋摇, 整个一爆发护心态。 我的手机突然响了一声, 是许廷申发来的微信, 晚上一起吃饭? 不去, 许廷申, 那桑学妹要怎样才肯赏脸, 跟我吃顿饭呢? 嗯, 她既然这么问了, 那就别怪我端架子了。 让本小姐想想吧, 想好了再告诉你, 许廷申发来了一个流泪的表情, 我伤心了, 油嘴滑舌。 我把手机丢到一边, 继续跟音音聊天。 晚上, 我哥回来, 给我俩做了一顿大餐, 我又是借着音音的光, 才尝到了我哥的厨艺。 吃完饭音音说, 今晚别走了, 太晚了。 我盘腿坐在沙发上, 翻看时尚杂志, 我本来也没打算走。 我哥, 你住楼下, 真是我亲哥。 手机又响了一声, 还是许廷申发来的微信, 是一张图片, 一份鱼牌, 一杯香槟。 你不跟我吃饭, 我只能简单凑合一顿了, 没胃口, 哎呦, 这个人真是的。 没胃口还喝香槟, 许廷申, 你来, 我把珍藏拿出来, 随便你喝。 随便喝就喝醉了, 许廷申, 正好, 正好个屁。 我才不理他了。 过了一会, 许廷申为发来一条消息, 生气了, 继续不理他。 他直接打了电话过来, 我挂断, 把他拉黑。 许廷申, 拉黑我, 我把手机放到一边, 继续看杂志, 手机就隔一会响一声。 他可真是闲, 直到我上床要睡觉了, 我才又点开他的微信。 你那条祖母绿项链 还在我这了, 什么时候来取? 明天去试茶? 怎么不理我? 还在生气, 他陆陆续续给我发了好多消息, 最后一条是, 晚安, 我锁平把手机放到一边, 关了灯。 黑夜里, 我的嘴角忍不住上扬。 许廷申是在追我吧? 第二天, 我直接去了公司。 期间, 许廷申又发来了好多的微信给我, 都被我忽略了。 没想到会接到秦川的电话, 因为在开会, 所以我直接挂断了。 开完会的半个多小时之后, 秦川又打了一通电话过来。 这一次我接了。 秦川在电话里说, 桑鱼, 能见个面吗? 我一边翻看策划书一边说, 你放心吧, 只要你以后管好讲谣, 也别再来烦我, 我是不会把你怎样的。 秦川沉默了几秒钟, 声音深沉了几分, 我只想当面跟你说清楚一些事情。 我不解, 我们还有什么事情没说清楚吗? 我怎么不知道? 见面说行吗? 可我不想见你, 我直接挂断电话, 许廷申的微信又过来了。 我买了两张电影票, 你什么时候下班? 我去接你, 什么吗? 我可没说要跟他约会, 他连电影票都买好了, 先斩后奏吗? 我还是不搭理他, 我爸这时进来了。 闺女, 爸爸要去摩都出差了。 我点点头, 嗯, 公司这边就交给我了, 爸你放心吧。 我爸倾壳了一声, 其实公司交给我也行。 什么意思? 公司不是一直你管着的吗? 我爸, 这样一来, 就只能让你替我出差了。 我哥忽视我, 我爸又开始套路我, 这个家我待不下去了, 我走, 我去出差了。 这一趟, 我走了半个月才回来。 爸妈为了庆祝我, 第一趟出差顺利, 特意给我办了个接风宴。 我也是醉了。 在他们眼里, 我以前就那么没用吗? 出个差就值得庆祝了。 看来以前, 我真的很让爸妈失望, 为了秦川, 我简直猪油蒙了心。 好在现在我迷途知返, 以后再也不会了。 因为这次出差很顺利, 我爸也正式对外宣布, 我成为万圣集团的接班人。 对于以前一直低调的我来说, 这个消息让我的名字横空出世, 顿时吸引了各大工商财经杂志的视线。 我火了, 甚至还火到了娱乐圈, 还有网友把我跟其他富豪千金放在一起比较。 但大部分的声音都是, 我太嫩了。 最近秦川有点怪, 不是给我打电话, 就是给我发微信。 这天, 我刚下班出了公司, 就看到许廷申以车而立。 我清了清喉咙, 仰起下巴, 卖着高贵的步伐, 往我的车子那边走去。 许廷申含笑过来, 挡住了我的去路。 我停下来, 挑了挑眉梢, 许总, 好久不见, 有事吗? 许廷申唇边笑容加深, 你没回我微信。 我直视着他的眼睛, 不想回。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回我? 我耸耸肩。 许廷申定定地盯着我, 看得我有点不好意思了。 我收回了脸上针锋相对的表情, 撇撇嘴, 你还有事吗? 许廷申依旧盯着我看, 半想之后, 他突然哑声来了一句, 你真他妈太漂亮了。 回到家, 我的脸颊还是滚烫的, 心脏砰砰狂跳着。 许廷申这个妖精, 他实在是太能撩人了。 我咬着下唇, 拿过手机, 默默将许廷申的号码 从黑名单里拉了出来。 嗯, 所以我真是心动了吗? 我打电话给音音, 你说, 我该怎么办呀? 音音笑了出来, 你没头没脑地说什么呢? 我的嘴角忍不住一直上扬着, 刚才许廷申来找我了, 你猜他跟我说了句什么? 音音咯咯咯笑个不停, 我蹬了蹬腿, 你快问我呀, 快点快点。 音音改成了哈哈大笑, 小鱼,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你这样, 你现在是不是觉得什么都是甜甜的? 一想到他, 嘴角就忍不住上扬, 我鸣锦双唇, 他是怎么知道的? 当年你哥追我的时候, 我也这样。 音音实话实说, 其实你哥刚跟我表白的时候, 我就心动了, 可我还是让他追了我一年。 为什么? 我不解, 可能是我太矫情了吧, 明明自己也心动了, 就是不承认。 但是小鱼, 你不得不承认, 这种暧昧阶段是最令人悸动的, 所以你要好好珍惜, 以后回想起来, 都还是甜滋滋的。 不用以后回想起来, 我现在就甜滋滋的。 那你说, 我也要让他追我一年吗? 看你自己吧, 我当初也不仅仅是因为喜欢这种暧昧。 我其实是自卑, 觉得自己配不上你哥, 可你不一样, 小鱼。 我抬手赴到心口, 还是能感觉到心如露撞。 那我就等他说喜欢我再说吧。 我没等来许廷申说喜欢我, 却等来了秦川。 没错, 他说他喜欢我。 那天他突然找上我, 我要上车被他一把拽住了。 桑鱼, 我有话跟你说。 我诧异地看着他, 你怎么来了? 他深深地看着我, 表情急切。 桑鱼, 我和蒋瑶分手了。 什么? 我以为我喜欢他, 可和他相处这段时间我才发现, 我对他只是一份执念而已。 我喜欢的是你。 秦川深情告白,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如此激动的模样。 以前他在我面前都是冷冰冰的, 这种反差对我来说还挺震撼的, 但更多的是好笑。 是吗? 那可真不巧, 我已经不喜欢你了。 秦川的眼神变得哀伤, 你喜欢上许廷申了, 是吗? 这跟你没关系。 我抽出自己的手, 秦川, 我说过, 我们算好聚好散, 你以后别来找我了。 你能给我一次机会吗? 他上前一步, 殷切地看着我, 求你了。 桑鱼, 我, 我真的很后悔, 其实我早就喜欢你了。 你还记得大二那年, 我蓝尾炎手术住院, 你在那陪我了一晚上吗?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那天, 事实上, 你和我在一起的每一天, 我都记得。 你这就属于马后炮了火机。 秦川红着眼睛, 声音里满是痛苦, 我真的很恨我自己, 为什么明明早就意识到 对你有感觉, 却一直都不肯承认, 小鱼都过去了。 我长舒了一口气, 秦川, 我们不可能了。 秦川突如其来的告白, 给我带来了太大的震撼。 我爱了一整个青春的人 突然告诉我, 他也爱我。 我突然很想笑, 或许这就是天意弄人吧。 我不想跟秦川做敌人, 因为那否定了 我曾经的真心, 我的付出。 可我是真的不爱他了, 真的放下了。 秦川, 再见吧。 也再见了, 我的青春。 等一下, 我现在也才二十五岁, 还算青春着呢。 拒绝了秦川之后, 我一身轻松, 打电话约音音出来吃饭, 之后我和他一起回家了。 快到八点的时候, 我哥突然给我发来了一条视频。 我点来一看, 只见两个人撕打在一起, 需于我才看清楚, 是许廷申和秦川。 许廷申可是曾经的笑霸, 没几下就将秦川打倒在地了。 他指着秦川, 你特么吃回头草你还有理了。 秦川擦了擦嘴角的血, 小鱼喜欢我, 他爱了我那么多年, 我不相信他对我一点感情都没有了。 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看得出来, 他们打架的地方就是音音家楼下。 这两个男人竟然跑着来打架, 幼稚死算了。 过了一会, 我哥回来了, 他们还在打吗? 我哥淡淡一笑, 我上来的时候还在打呢? 音音走过去, 你怎么不拉开啊? 那里面有一个可是你未来的妹夫呢? 我哥看向我, 许廷申, 我心虚地低下头。 我记得我哥曾经叮嘱过我, 不让我和许廷申在一起。 你心虚什么? 你若是真的喜欢他, 我还能阻止不成。 至少许廷申比秦川好多了, 配得上我妹。 我休懒地埋进抱枕里, 哥你说什么呢? 回应我的事一阵沉默。 我哥, 行了, 当初追人家秦川的时候, 我可没看到你哪里不好意思。 我回到房间打电话给许廷申, 他接得很快, 想我了。 这轻挑的语调还真是性感呢。 你是不是和秦川打架了? 怎么跑到这来打架了? 许廷申, 你出来, 我告诉你。 他还在下面? 秦川走了吗? 我换了身衣服, 下去了。 路灯下就只有许廷申一个人。 我走近才看清楚, 许廷申的颧骨那里有一点点瘀青。 你就受这点伤? 嗯, 他突然把我拽进他怀里, 低头重重稳了下来。 我挣扎不开, 心跳加速, 双腿发软。 许久之后, 许廷申才放开我, 他的声音都沙哑了。 桑桑, 我等不及了, 你打我也好, 或者让我追你一辈子, 但我要提前行使丈夫的权利, 因为你一定是我的。 真正的霸道总裁, 果然名不虚传。 好吧, 那我就让你一直追我。 许廷申, 我笑了出来, 然后去茵茵那里拿了些药膏下来, 给许廷申处理了一下伤口, 就让他回去了。 躺在床上的时候, 他给我发来了一条微信, 老婆, 我爱你, 终于表白了。 可谁是他老婆? 许廷申, 我很不好追的, 你且追着吧。 第二天洗漱照镜子的时候, 我发现镜子里的自己嘴角一直上扬着。 我, 好像也喜欢上许廷申了。 好吧, 今天就去陪他视察好了。 可我却接到了蒋瑶的电话, 他约我见面。 一见面, 蒋瑶就抓着我哭得梨花待雨的。 蒋瑶, 你什么都有了, 不要跟我抢秦川了好不好。 我求求你了。 我推开蒋瑶的手, 秦川我不要了, 给你吧, 你有本事就抓住他, 没本事也和我无关。 我说完就越过他走了, 身后又传来了蒋瑶的哭声。 蒋瑶, 你只是命好而已, 其实你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我不置可否, 但心里是承认的, 我命好会投胎。 可那又能怎样啊? 这不代表他们就能随便伤害我。 我上了车, 直奔许廷申的公司。 许廷申, 我现在要你陪我去视察。 许廷申笑得温柔, 朝我伸出手, 请我的女王殿下。 我满意地点点头。 本女王现在宣布, 正式允许许廷申追我。 一年半后, 我的第一个项目竣工了。 工业员招商引资, 也特别顺利。 我也正式接管了我们家的企业。 有记者采访我, 桑总, 有人说你一直靠家里, 靠男人, 你对此有什么说法。 我对着镜头微微扬起下巴, 本女王绝不低头。 我出身好, 这也算是我实力的一部分。 另外, 我要强调一点, 我跟许总合作的时候, 我们俩什么关系都没有。 还有, 我和许总现在也什么关系都没有。 晚上回到家, 我就被许廷申压在了床上。 追了你一年多了, 还什么关系都没有。 桑桑, 你是不是有点太没良心了? 我傲娇的挑眉, 我早就告诉你了, 我可是很难追的。 许廷申笑着吻了下来, 没关系, 我愿意追求你一辈子, 那什么时候去领账? 明天吧。 好, 领完证我继续追求你。 嗯, 所以我该什么时候告诉许廷申? 我也喜欢她呢。 我1号研究许廷申经事与都比较多。